世界各国主流政体类别的特点 当我们查看各个国家的全民时 我们会发现各个国家的全民后面的文字明显不同 有些是某某的共和国 有些是某某的合众国 有些是某某的联邦 有些是某某的王国 很多人想不通共和国、合众国、联邦、王国有什么区别 这些后缀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些后缀只是看起来不一样 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看这些区别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国体和政体这两个名词 可以说国体是指国家的阶级性质 是指国家中各个社会阶层的地位 说白了就是国家是怎么形成的 这叫国体 而政体则是指政治权利的组织形式 即统治积极采用何种方式组织自己的权利机关 这两个名词之一是形成什么样的国家 形成什么样的制度 上述共和国、合众国、联邦、王国都属于这两类 虽然各国国体和政体有所不同 但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术语的含义 以及哪些国家有上述后缀 共和国 共和国 你听说过这个词很多 大多数国家的权名都有这个词 比如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更加拉国人民共和国 印度共和国 菲律宾共和国 分兰共和国等 这些国家的权名都有这些字眼 共和是一种政体 指的是国家和政府都是公共的国家政体 在这个政权中 当权者是选举产生的 而不是基成的 可以说共和与君主制是对立的 因此近代以来 在资产阶级的宣传下 各国人民以共和制反对君主制 共和制逐渐深入人心 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共和国 虽然有些国家的名称是王国 联邦和中国 但他们本质上是共和国 例如 在绝大多数君主制中 君主只是象征性的 并不掌握实权 政府的组成是真正的共和国 与共和国没有太大区别 合众国 合众国 听说过这个名字的人比较少 但是有一个国民大家都很熟悉 里面有合众国三个字 这个国家就是美国 美国的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 除了美国 墨西哥也是一个合众国三个字 全称墨西哥合众国 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以美国为名的国家 当然 历史上也有一些国家也是合众国三个字 如巴西 科伦比亚 比利时 印度尼西亚等 但这些国家后来都废除了这一制度 采用了新的制度 合众国的本质与联邦制没有区别 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合众国的重点是工会 与联邦中的工会是一样的 合众国的主要目的是团结人民 建立一个联邦国家 由此可见和中国基本上相当于联邦制 只是一名不同 既然是团结人民 那就意味着人民在国家的大家庭中有很大的独立性 因此在美国地方政府的权力特别大 一些地方政府拥有立法权 甚至具有一定的外交权 美国各州就是最好的例子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地方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美国的很多对方 已经不存在很久了 已经解散了 墨西哥和美国虽然被称为合众国 但中央政府的权力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地方势力过大 两国的分崩移析只是时间问题 联邦 前面说过联邦和美国的含义相近 联邦的重心在联盟 在联邦制下 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的权力 但主要权力仍然在中央 中央仍然可以实现极权 目前许多国家的国民中都有联邦 如俄罗斯联邦 巴西联邦共和国 澳大利亚联邦 瑞士联邦等 这些联邦州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建国时 地方有很多特权 或者地方本来是相互独立的 不属于彼此 后来一起形成的 地方虽然是一起形成的 但还是有很多特点的 所以中央赋予地方相对更大的权力 当然 联邦州的权力比和中国的地方 广州要小 以俄罗斯为例 虽然下面有很多共和国 但每个共和国也有自己的总统 但这些共和国不一定拥有美国各州的权力 当然 历史上还是有一些非常特殊的联合会 如苏联英联邦 两者都有许多主权国家组成 尤其是英联邦 虽然存在至今 但只是一个国际组织 并没有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架构 与其说是联邦 不如说是邦联 君主制政体 君主制政体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是只要有这两个字的国家就是君主制国家 目前这样的国家并不多 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欧洲 其他大陆相对较少 如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英国 比利时王国 西班牙王国 太王国 汤家王国等 君主制在全球出现的时间非常早 不过在进入近代的时候 大多数国家的君主制 都被共和制所取代了 对于那些没有被取代的君主制国家 虽然有君主 但君主的权力都在变化 总体来说就是不断减少 君主大多是处于统而复制的地位 只有象征意义 英国 西班牙 荷兰 瑞典等都是如此 当然也有一些君主制的国家 君主掌握大权 克阿拉伯 文莱 阿曼等 这些国家都是君主专制 君主掌握大权 总结 这就是共和国和中国联邦王国的大致状况 其实绝大多数国家都同时包含这几种制度 无论是哪一种本质上都是民主制度 这一点是没任何差别的 各国选择哪种是各国的自由 总的来说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只有制度有利于自己发展 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可以 全世界 滩 过来 葱 年